要躲听 出学 我们的疑虑很多 犯错很多 那怎么办呢 躲听去 真正理解了 搞明白了 这些问题全都化解了 一遍听不懂 没关系 两遍 三遍 四遍无遍 现在有这个机会 要抓紧 什么机会 科技这个机会 我们现在用电视 用网络 尽量 抓住这个机会 怕得有一天什么 电也没有了 这个大灾难的时候 毁灭性 毁灭性的 卫星没有了 网络没有了 怎么办 恢复到原始的时代了 所以书跟讲义 重要啊 那么没有了 我还有书看了 我们这次这个 这个大经节 研议 要写出文字 印尘书 大灾难 大灾难 你想想 出门 煮饭 挑水 种菜 都得要学 你不学将来以后 你没办法生存 如果觉得这太麻烦了 那就一行念佛求往生 这是念佛人懂得 一日到七日可以办得到 经上讲 一日七日 用意很深 告诉你 在那个时候 这个经过很管用 阿弥陀佛的相好 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 一一相有八万四千 最先好 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 好 一一好中有八万四千光明 这个光明就是发门 教化众生 借淫众生 所以 一一光明 便照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不念佛的众生 佛光也照 他没有感触 因为他有业障 念佛的众生 佛光照住 你就感受到了 佛光 佛光借淫 佛光照顾 在极难的时候 会有人 递信息给你 告诉你 应该怎么做法 我 不得 你 我 不得 不得 我 不得